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你心里话? 当然,我觉得你比我更称职 为了落实江主席提出的保障有力的指示 走精兵之路 提高后勤快速机动保证能力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 成立应急机动保证旅 现在请旅长张忠亮 接提 双齐 大人的很多事情是咱们现在没办法理解的 我的父母也离婚了 离婚 你不是骗我吧 这种事情谁愿意下说 他们吵得很凶 好多年了 刚刚办完离婚手续 我跟着我妈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们家也是这样 何兵 这么说 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了 我上学晚 比你大一岁 你愿意把我当姐姐吗 这是你那份 那些战士真可爱啊 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啊 一人能顶俩民工呢 我想 我们之间的第一次合作 非常成功 应该有第二次握手了 怎么个握法 你说 五间军列 这个数 你得容我几天时间 行 嘿 我相信你的看法 军人的 就不应该去经商 现在军队的工资多如牛宝 这本身就是个 极不正常的现象 这可能也是中国特色吧 谁叫咱们国家穷呢 穷也不能这么高啊 你看 从中国历史上看 宋代的军队 就曾经以经商 来补充良想 结果怎么样呢 贪污腐化严重 军内贫富不均 宋军最后的失败 不是偶然的 北洋军阀 国民党军队 经商更没普遍 结果怎么样呢 以史为鉴 军队生产经营啊 如果不加以限制 一位指定在小栗上 久而久之啊 就会把军队的思想搞乱 军队就成了一个 扒了牙子老虎 长久下去啊 花多少钱 也是扭转不回来的 所以我觉得啊 军队就应该吃黄粮 元朝 我突然觉得 你特适合去军委工作 英雄所见略童 咱们能不能换个话题 谈到咱们自己的事啊 什么事 既然命运安排咱们相遇相爱 咱们又何必居于形势 元朝咱们生活在一起吧 季芳 军人有军力的准则 原谅我 我不能这么做 再给我点时间 我会说服冰冰的 我要娶你 我一定要娶你 请问高哥在吗 我在 他去哪了 不知道 我们觉得呢 对农业生产是会有所帮助 因为呢 可以通过一些政策宣传 通过就业服务 通过提供职业培训 使农村劳动力留在当地 重拾农业生产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中央电视台 新闻三十分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做了十多年阴阳先生的卢士陶 过去经常被村里人请去测房宅的吉凶 看风水 而他自己却并没有因此富起来 现在在当地科学的帮助下 他不仅成了远近文明的柚子大王 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依靠科技和劳动 带领村里百姓走上了富裕路 请看报道 卢士陶的父母 都是以看风水测胸脊为生的 他从小就深受影响 父母去世后 4080的百姓 都以请他看房宅为荣 有一次外出看风水 他看到有人靠种柚子发了大财 便萌生了放弃做阴阳先生的念头 通过我们科学 科部宣传和科学培训班 第一个就不相信这封建密信了 封建人来就说 隔楼来挖子挖挖子来挖子来挖 用来个钱还要送货 一会儿吃的饭 自己就染个菜 自负就把这种就丢掉了 卢士陶的转变 村民们虽然不理解 但他自己却很清楚 看风水测鸡胸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种是假的 这种是火人的东西是假的 对那些还要相信那些密信的人啊 我们可以禁止他们嘛 可以劝他们说嘛 他们不要去相信这东西嘛 你怎么劝他 我们相信这些任何东西 他相信科学 两年时间 凭着勤快好学的尽头 两千多棵柚子树 有些树苗是他精心示众的 独家两种 在当地供不应求 去年他还向党组织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共产党带我带出来的 这国家入党还带到大家 因为我都想要去 他们可能就跟他们来的 去年皮线科学为农民开篇